欢迎继续收听由桑子播讲的长篇玄幻小说《斗破苍穹》第452回 药老略为有些惊异的声音在萧妍心中响起 没想到他竟然将天寒气都搞到了 看来为了得到一伙 他费了不少心思啊 那那会不会被他得到手啊 萧妍迟疑的问 放心吧 天寒气虽然能够对抗陨落心炎 不过一伙始终都是这天地间最具毁灭性的力量 就算被压制了 想要收服一伙 也是极为困难的 听了要老的话 萧妍这才心中危安 他的目光牢牢的盯着那模糊的寒雾中 青色火焰在眼中缓缓生腾着 顿时那模糊的感觉就彻底的消散了 哼 畜生 不管你如何具备灵智 可依然逃不了被捕获的命运 望着那在寒雾中有些萎靡的无形火马 寒风心头一喜 笑了一声 深蓝色火焰再度从他体内抱涌出来 最后在指尖凝聚成了一道高速旋转的火焰钻头 火焰钻头疯狂地旋转着 呜呜的声音扩散出去 在天地响彻不休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那火焰钻头明明也在寒雾的波及范围之内 不过它却是丝毫不受影响 炽热的温度依然令到空间出现了阵阵扭曲 去吧 手指轻弹 火焰钻头猛然间暴使而出 呜呜的声响 犹如小孩一般哭泣 沿途过处 空间一片的震荡 嗖 火焰钻头闪电般地穿梭到寒雾之中 最后如同一枚飞射的电钻 狠狠地射中了无形火蟒 那庞大的身躯 噗 火焰钻头紧紧被无形火蟒 身上的鳞片阻隔了片刻 就狠狠地洞穿而进 顿时一道凄厉愤怒的怪叫声 如同惊雷般地 在晴朗的天空上 爆吼而起 愤怒的吼声刚刚落下 一股令的在场 所有人瞬间变色的恐怖能量波动 自那寒雾中 波荡而出 旋即天地间被天寒气降低的温度 再度 暴涨 温度暴涨之间 那弥漫天空的天寒气 竟然也开始逐渐变得稀薄 显然 在一火真正爆发时 后者也是起不了多少作用的 当月加西伯的天寒气 彻底消散的瞬间 铺天盖地的无形火焰 犹如火焰蔓延一般 席卷而出 那首当其冲的 就是距离最近的 寒风 绣袍挥出一道深蓝色的火焰 将迎面而来的无形火焰击退 寒风目光向下一扫 却是错愕地发现了无形火芒 那庞大的身体 竟然已经消失得 无影无踪了 他眉头紧皱 寒风的目光急忙在四处扫动着 那目光所过之处 只能看见由四面八方席卷而来的无形火焰 可火猛的身躯 却是半点不见 啊 这个畜生跑哪儿去了 心头有些不安地嘀咕了一声 寒风刚要从这片无形火焰中蔓延闪出 那已经将之彻底包围的火焰 却突然扭曲了起来 玄机一道庞大的身躯极为诡异地出现在 在寒风的身后 巨尾甩动之间带着一股山崩地裂般的炽热进风 在一道道惊恶的目光中狠狠地砸在了寒风的后背上 受此重击 一口鲜血直接从寒风嘴中喷出来了 而他的身体也犹如是一颗炮弹 静止对着地面射去了 萧炎一脸错愕地望着那突然间就吐血受伤的寒风 先前后者还洋洋得意 可没想到这才眨眼的时间 就被搞成了这副模样了 这陨落新年 果然恐怖啊 就在萧炎错愕的时候 药老惊呼声突然在心中响起 令得他浑身毛孔都陡然地缩了起来 萧炎快走 那个畜生又盯上你了 什么 天际之上 那陨落新年在把寒风击落之后 可却出人意料地并没有前去追击 反而是猛地一转巨大的头颅 舌头将那远处的萧炎锁定了起来 在陨落新年锁定萧炎的一瞬间 他体内的清廉地心火 似乎也是有所警戒一般 突然地从体内暴涌出来 眨眼时间就把萧炎整个身体牢牢地包裹了进去 无形火芒仰天发出一阵尖锐的思鸣 他的巨大的尾巴狠狠一甩 那庞大的身躯就夹杂着几具压迫的炽热的进风 对着萧炎 急射了过去 脸色微变地望着呢 毫不犹豫就调转了目标的无形火芒 萧炎背后的轻火双翼急忙一震 脚底下银芒浮现 旋气在一道淡淡雷鸣声中 身形犹如鬼魅般的消失在原地了 那无形火芒 巨尾狠狠甩过萧炎先前所立之地 那股恐怖的进气所过之处 就是连空气都是发出了低沉的爆炸声响 一击不中 无形火芒目光一转 就是飞快地在百米之外的天空上 发现了那道闪现而出的黑色人影 巨大的蛇童中掠过一抹阴寒 凶凶无形的火焰 从他的身体里迅速地涌出来 旋即无形火芒那庞大的身体 就再度诡异地消失在火焰之中 乔的陨落心眼竟然消失得这么诡异 消炎也是争了一阵 不过好在有先前寒风的前车之剑 因此他能够模糊地猜到 陨落心眼的本体应该化成了寻常的火焰 潜藏在那铺天盖地的 席卷而来的无形火焰当中 小心不要被这些火焰包围了 身为纯粹的异火 陨落心眼能够随意地将自己变化成火焰中的一簇 然后在靠近你的时候 再突然献出本体进行攻击 药老凝重的提醒声 及时地在消炎心中响起来 闻言 消炎的心头顿时一领 他微微点头 望着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的无形火焰 他背后轻火双翼一阵 在周围火焰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火网时 从一处缝隙闪掠了出去 消炎身形刚刚闪出火焰的包围圈 就感觉到身后一阵剧烈的波动 他眼角飞快地瞟了一眼 原来一阵无形火焰突然波动了起来 火蟒那庞大的身躯在其中若隐若现 尖利的嘶鸣声突然抱吼天际 无形火蟒从一处火焰中凝现而出 望着脱离了包围圈的消炎 他舌头中顿时掠过了极为个性化的怒火 他猙獰的聚嘴一张 旋即一股无形火焰就对着消炎爆喷了出去 感受着身后突然炽热起来的温度 早就有所戒备的消炎 他瞬间转过身 双掌一番 两股澎湃的青色火焰从掌心中暴射而出 最后在无数人的注视下 与那道无形火焰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又是一道嘹亮的巨响 炽热的热量波动 从碰撞之地暴涌而出 令得本旧干燥的天地更加变得炽热起来 宛如沙漠般的炽人 依靠着青莲地心火之柱 萧炎将那足以令的寻常斗王强者 都避之不及的火焰攻击 抵挡而下 然而他还来不及稍稍高兴 就感觉到头顶天空上 突然间暴动起来的能量 他猛然抬起头来 萧炎顿时清晰了一口凉气 只见得那晴朗的天空 已经被一股股无形火焰所占据着 而且 这些火焰都是悬浮在无形火莽的周身 犹如随时准备发动进攻的士兵一般 天锐的司鸣赫然响彻 旋即漫天火焰涌动 所有人都只能用骇然的目光 望着那犹如陨石般杂落而下的无形火焰 那种充斥着天地间的 嗖嗖的滑动的声音 令得人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在如此大规模的恐怖攻势之下 即使萧炎 有着要老的力量支撑 可依然忍不住有种心机的感觉 在这等凝聚了不知道多少岁月的异伙相比 人力显然是显得脆弱不堪了 这畜生的能量似乎用之不竭呀 在这种接连不停的攻击下 迟早会被他拖垮 该死他 我得想办法重创他 萧炎拳头紧握 他脸庞上的汗水 有如小溪一般的滚流而下 目光死死盯着天空上的无形火焰 然而想法虽好 可想要重创陨落心眼 又谈何容易啊 先前那寒风施展那般强横的一伙攻势 不仅未对他产生多大的伤害 反而将之激怒 自己吃尽了苦头 在萧炎一筹莫展的时候 耀老低贺突然在心中想起 静下心来 你现在眼中所见到的 仅仅是陨落心眼的外形体 真正的本源陨落心眼 是隐藏在这具庞然大物身体的某一处 只要你能把它找出来 并且对那本源心眼造成伤害 那么云落心眼自然就会被重创 如果像那个家伙一般胡乱的攻击 不过是白费力量罢了 啊 萧炎浑身一颤 他咬着牙 点点头 缓缓吐出一口气 原本躁动的心也是悄然间变得平缓 满天火焰传动 犹如灭世一般 恐怖的场景 令得不少人都脚跟发软 嗖嗖 火焰如同陨石一般 带着不绝于耳的破空声 以及炽热的进光 在那天空上降临而下 天空之上 苏谦等人望着陨落心眼 发动的那近乎大规模的毁灭性攻击 脸色顿时大变 这般攻击若是落在内院当中 恐怕所有的建筑都会在顷刻间毁灭 火焰映照着汗水密布的脸庞 漆黑的眼瞳中 一道道火焰急速地接近着 在那恐怖的进风下 硝烟一身黑袍 被紧紧压在皮肤上 柔软的袍服 此刻却犹如被抽了一部分的水溢般 干巴巴的 几乎一碰就能化为粉末 在这等要紧的关头 硝烟精神极度的凝聚 他的眼瞳死死地锁定着那些铺天盖地砸来的火焰陨石 突然不知何时 外界的种种的嘈杂声 敲敲敲地变得微弱了起来 在那对色彩分明的眼中 似乎仅仅有了那些火焰砸落的轨迹 以及火焰源头处的 那个庞然大物 寻找 寻找本源 心头近乎自语般地喃喃着 一股青色火焰悄然地弥漫到那对漆黑的眼瞳 在某一刻 硝烟眼中的世界突然大变 天空上那头拥有着庞大体型的无形火蟒 聚嘴之下半尺处的一块蛇鳞 缓缓地出现了一团 看似无形 可却能用感觉察觉到的 火焰的强光 啊 找到了 眼中火焰急速地消退 萧炎鱼对眸子再度恢复了清明 他脚掌之上 淡淡的银芒悄然间变得璀璨 清脆的雷鸣声在天空 缓缓地滚动着 瞬间之后 萧炎脚掌猛然一跨 神迹一道残影一流 吵 无数道的目光 望着那突然有所动作的萧炎 瞬间之后 却是逐渐地目瞪口呆起来 只见的那道黑袍身影 在每一次银芒闪烁时 身形就会出现在那条火焰陨石滑落之处 然后残影遗留 在一道道震惊的目光中 天空上 一道道残影 急速地涌现 而那道制造残影的本体 却宛如一抹闪电一般 飞速地穿梭在那弥漫天地的 火焰陨石当中 接近着那天空上的庞然大物 极致的速度 令得萧炎 感觉到整个天地都变得模糊起来 唯有那视线尽头处 火焰聚水下 那团无形的本源 璀璨清晰 嘿 随着双方距离越来越近 萧炎喉咙间突然爆发出一道 低沉如雷的吼声 他手掌一握 青色火焰犹如精灵般的沸腾而起 旋即以极快的速度凝固成了一把 青色的火焰巨枪 他的脚掌凌空一探 雷鸣闪动 残影驻流 一道模糊的黑影 却是在无数道目光紧紧的注视下 瞬移一般的出现在了 无形火蟒的身前 近距离地接触无形火蟒 那股庞大的体型 令人忍不住地生出一道渺小的感觉 在那对巨大蛇童的注视之下 一股慰藉之意充斥着人心 畜生 去死吧 炽热的温度使得萧炎浑身灼痛 然而他手掌却是依然紧握着火焰长枪 一道立鹤响起 玄机 火焰锯枪 犹如一道撕裂空间的闪电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狠狠地洞穿了 陨落心眼 聚嘴之下的 那块蛇鳞 好了朋友们 预知后事如何 敬请收听 斗破苍穹 第453回 第453回